家用场景下想要让路由器实现流控 多拨行为管控和企业级路由的一些功能 那么爱快路由系统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以前在多网口小主机刷过爱快软路由系统 体验还不错 这次呢不用再刷机了爱快 新出的Q6000路由器呢可以实现开箱机用 Q6000呢定位企业级WiFi6无线路由器 包装内行路由器一台电源一个 说明书一份 首先来看看配置 Vlogy 830处理器 512的D4内存 官方待机量呢150台 一个2.5G网口加三个千兆网口 网口呢可以实现WiFi6并且支持Mesh主网 AX6000规格支持160MHz频宽 4×4MIMO 这台Q6000的精髓呢在于它搭载了爱快的企业级路由系统 这也是为什么说它是买系统送路由器的原因 相比其他普通路由系统爱快呢 可以说是降维大机了 爱快支持比如多波多线复载分流等功能这些功能呢都非常好用 智能流控呢非常值得用提供了常见的流控场景 作为游戏玩家呢一定要选择游戏优先模式可以不坑队友 在家用场景下爱快搭载的行为管控功能我觉得非常棒 可以自定义什么时间哪台设备可以访问哪个app如果是家里刚好有小朋友沉迷游戏短视频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功能精确控制还可以设置网址黑白名单等自定义操作实现合理上网孩子呢不再沉迷游戏成绩呢也上升了家庭呢更加幸福了 还有全功能IPv6认证功能提供web认证PPPoE服务器认证内置AC功能AI网友等功能 许多的这些功能呢在普通路由73是见不到的 爱快系统的其他丰富功能呢大家可以自行发掘一下 下面呢来测试一下它的性能 Q6000呢是支持Mesh主网的但目前呢只支持有线Mesh形式 实测成功主网如果家里呢有多层楼一层一台呢可以实现全屋覆盖 加上有线形式每一个节点呢都可以充分跑满速度 如果你手上呢有爱快软度有那么也可以加入Q6000让它当AP实现统一管理非常方便 首先是内网测速连接NAS呢进行考试在有线和无线下呢都能跑满千兆 如果你刚好有2.5GNAS你可以把这个2.5G的网切换为LAN口 在无线静点下呢突破千兆 如果它是双2.5G网口就更加完美了 无线覆盖测试接入一台移动600兆的宽带 轻松跑满 Vlogy 830处理器呢应对千兆宽带呢是绰绰有余的 有千兆宽带的小伙伴呢不用担心 100平方左右的房子在一格两面墙信号最差的点位呢也有不错的速度 总体来说信号方面和小米BE6500差不多 这个信号覆盖还是不错的 如果多层楼房或者面积再大呢建议多台主MAS 远程访问方面除了官方自带的APP外 还可以使用动态域名解析 支持多种服务商还能指定V4或者V6的类型解析 Q6000也内置了工艺版的SD1主网 简单来说呢就是内网穿透 借助这个功能可以在外远程访问内网设备 比如说NAS 根据提示呢选择工艺版主网支持两个路由节点和一个客户端节点 主打永久免费 按提示添加并激活后就可以使用 你在外面呢就可以随时打开这个客户端来访问家里的路由器或者NAS后台 对于轻量网页访问呢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总结这台Q6000路由器呢功能丰富 如果你有流控多拨精细的行为管理需求 那么它非常适合 就算没有这些需求呢只是把它当做普通路由器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呢定位企业级当事系统稳定性呢就比很多普通家用路由器呢好不少 本期的简单体验呢就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点个赞加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